在同房之前 在同房之前 其实不光是女性要清洗 男性也是要清洗的 每对夫妻都应该坚持同房前小洗 同房后大洗 也就是说 同房前彻底清洗丁丁 同房后再清洗全身 清吻下面既然是件美好的事情 那么在清吻下面前需要做一些准备 在气氛和氛围上的准备 晚上可以把灯光桥暗一点 在事前准备中 当然要做好清洁工作 无论是下面还是口腔 都有不少细菌 如果没有做好清洁工作 非常容易发生感染和发炎 下面清洁不止为了健康着想 还能有效清洁意味 让男方有个较好的体验 然后就是 适当修剪下面的毛发 吃一嘴毛的尴尬 我想大家都懂的吧 大家可以自行选择 修不修剪看个人 毕竟他爱你 他爱你 就能接受你的全部 不拘泥于这一丢丢毛毛 存在集合里 能长出来自由长出来的用处 会的可以过来巩固一下 带入一下女生的视角 下次可以让他更舒服 不会了拿好小本门记着 跟你们的第一次一个小惊喜 不过这就是一件互相的事 你不帮人家做 人家干嘛帮你做 因为女生总是更加的害羞 要把自己愉悦的表情隐藏在黑暗中 不想让对象看到这一幕 所以当男生提出帮用嘴的时候 就算女生心里很想 表面也会害羞地拒绝的 但是对于持抵触心里的男生 或者女生都不应该强迫别人进行 可以进行沟通 但是不能进行强制 所以大家在想要亲吻或者被亲吻的时候 记得和他每他沟通 询问下伴侣的意见 对于男人而言 要懂得循序渐进 慢慢地培养感情 等到了一定程度的出击 女人一般是不会拒绝你的亲吻 相反还会有所期待 所以一定不要操之过急 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毕竟同房是两个人的事情 两个人的体验 适当的沟通可以很有效地提高体验 也有助于两人情感的交流 在爱情的海洋里 哪个男人的表达方式都独一无二 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 展现着对爱的理解和投入 而在这其中 男人的尺度 往往不经意间 透露出了他爱你的程度 男人的尺度 是情感上的投入 一个真心爱你的男人 会在情感上对你毫无保留 他的喜怒哀乐会与你紧密相连 你的快乐成为他的快乐 你的忧伤也会牵动他的心弦 他会在意你的感受 尊重你的想法 任意与你分享生活的点滴 他的情感投入 如同汽水长流 温热而持久 男人的尺度也体现在他对你的关注上 他会时刻留意你的需要 无论是生活上的小细节 还是情感上的需求 他会关心你的饮食起居 关注你的情绪变化 当你遇到困难时 他会毫无犹豫地伸出援手 当你感到孤独时 他会陪伴在你身边 他的关注 如同阳光般温暖 让你感受到被爱的幸福 男人的尺度还表现在 他的包容与理解上 他懂得你的优点与缺点 欣赏你的个性与才华 他会在你犯错时给予宽容 在你迷茫时给予指引 他理解你的不义 懂得你的付出 他的包容与理解 如同宽广的海洋 让你在他的怀抱中自由翱翔 然而男人的尺度并非一成不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爱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 而发生变化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爱减少了 而是他在尝试 以更适合的方式去爱你 他会根据你们的关系发展 不断调整自己的尺度 以适应你们之间的需要 在爱情的世界里 男人的尺度是一个微妙的信号 他可能并不显眼 但却能深深地打动你的心 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 会在他的尺度中透露出 对你的真事与关怀 他会用他的行动告诉你 他愿意为你付出一切 只为与你共度余生 因此当我们谈论爱情时 不妨多关注男人的尺度 从他的情感投入 关注包容与理解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 他对你爱的程度 而当我们懂得珍惜这份爱时 我们的爱情 便会如同绽放了花朵般美丽动人 让我们在爱情的世界里 相互扶持 共同成长 用我们的真心去说写 属于彼此的幸福篇章 在人际关系的纷繁复杂中 断连这个词常常出现 它意味着一段关系的终止 两个人之间失去了联系 然而并非所有的断连都是相同的 有些断连是自然的疏离 有些则是出于深思熟虑的选择 但有一种断连 它悄无声息 却最为伤人 让人在不知不觉中陷入痛苦的深渊 这种断连 不同于因为距离 时间或者性格差异而导致的渐行渐远 它往往发生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 当你还在为这段关系投入热情 投入热情 投入热情 期待未来的时候 对方却已经悄然离去 这种断连没有明确的告别 没有解释 甚至没有一句再见 只留下你一个人在原地 茫然不知所措 这种断连之所以伤人 是因为它剥夺了你对这段关系的掌控感 也无法知道对方为何离开 无法预测这段关系的未来 更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你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 质疑自己的付出 甚至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悔恨之中 这种无助和绝望 让人痛不欲生 更为糟糕的是 这种断连往往会让你陷入一种 自我欺骗的境地 你可能会用各种理由来安慰自己 告诉自己对方只是暂时离开 或者是因为某些误会 而导致的短暂疏理 你会不断地寻找对方的蛛丝马迹 试图从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中 找出对方还在乎你的证据 然而这种自欺弃人的做法 只会让你更加痛苦 因为你永远无法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面对这种断连 我们需要及时清醒 首先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 承认对方已经离开了这段关系 不要试图去挽回或者追问原因 因为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需要学会放手 让自己从这段关系中解脱出来 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不要把自己的价值寄托在他人身上 更不要因为他人的离开而否定自己 我们要相信自己的价值 坚持自己的原则 卸去千行 我们要积极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 不要让过去的阴影影响自己的未来 要勇敢地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 我们可以通过学习 旅行社交等方式来拓展自己的视野和圈子 让自己变得更加充实和自信 总之断连与断连不同 有一种断连最为伤人 我们需要及时清醒 接受现实 调整心态 积极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 只有这样这样 我们才能从痛口中走出来 重新获得幸福和快乐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总会遇到一些情感上的波折 当一段感情走到尽头 如何优雅地转身 如何平静地放下 成为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放下一段感情 并非一蹴而就的意识 它需要熬过漫长的黑夜 忍住心中的痛楚 最终才能释怀 熬这是放下一段感情的第一步 在失去爱情的那一刻 我们仿佛被抽空了所有的力量 心灵陷入了深深的黑暗 这时我们需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 去适应这种变化 去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熬着意味着我们要在痛苦中挣扎 要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也是痛苦的 但只有通过熬着 我们才能逐渐走出阴影 开始新的生活 忍住是放下一段感情的关键 在痛苦和失落的冲击下 我们很容易陷入自怨自意 悔恨交加的境地 然而这样的情绪只会让我们更加痛苦 更加难以自拔 因此我们需要学会忍住 忍住心中的痛楚 忍住对过去的怀念 忍住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压抑自己的情感 而是要理智地面对现实 用积极的心态去调整自己的情绪 只有这样这样 我们才能逐渐摆脱过去的阴影 重新找回自己 放下是放下一段感情的终极目标 当我们熬过了漫长的黑夜 忍住了心中的痛楚后 最终需要做到的就是放下 放下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忘记过去的一切 而是要放下对过去的执着和留恋 我们要明白 过去已经无法改变 而我们能够掌控的只有现在和未来 放下过去 放下过去 才能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 更加勇敢地面对未来 在放下一段感情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学会自我疗愈 我们可以通过运动 旅行阅读等方式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放松和滋养 同时我们也需要学会倾听自己的内心声音 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渴望 只有真正了解了自己 我们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 放下一段感情并非易事 但只要我们熬着 忍住放下 就一定能够走出阴影 重新找回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变得更加坚强 更加成熟 更加有智慧 因此不要害怕失去爱情 相信每一次的失去都是为了更好的拥有 情感之事 如人饮水 冷满自知 爱恨交织 爱恨交织 难以名状 在男女关系的复杂交织中 暧昧阶段尤为引人入胜 这是一种既让人心动又让人纠结的情感状态 在双方还未明确表达心意之前 这种含蓄而微尿的相处 充满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和未言之欢喜 这种关系里 每个微小的互动都可能被赋予深意 每一次眼神交流都足以让心跳加速 然而这种模糊不清的状态往往是短暂的 因为不明确的感情线条 无法长久维持人们的心理平衡 然而除了充满不确定性的暧昧 男女关系中还有更深存了情感连接 那就是深情厚意的爱恋 无论是作为夫妻还是恋人 真挚的爱情关系中充斥着的是甜蜜与承诺 这种爱是人们所向往的 在这样的关系中 双方不仅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 还承担对对方的情绪与未来 爱情这种复杂的情感 总是令人又爱又恨 单身者渴望跳入爱河 而那些已在情海中遨游的人 则偶尔怀念单身时无拘无束的自由 这种情感的双面性不是矛盾 而是展现了人们对于感情状态的多元需求 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 每个人都希望能找到心仪的对象 真正的爱情来临时 通常伴随着浓烈的甜蜜与快乐 这是确认关系初期的标志 热恋期间 电影人们往往格外注视彼此的感受 每一句话 每一个行动都被仔细地权衡与珍惜 这种深度的关注 是爱情中最宝贵的部分 如果这份爱让你变得更加优秀 更加关心他人 那么这份情感无疑是纯净和高尚的 在一个平等的爱情关系中 女人渴望得到呵护 而男人则寻求尊重 如果一个男人经常在关键时刻为你发声 问你考虑 这些小动作和话语都说明他真心在乎你 这种互相的尊重和关爱 构建了一段健康和充满活力的关系 使之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 说明是否有点乘工 终和